那种感觉吧 那种感觉就是跟这个团队 在一起过后的感觉 所以你就很自然顺理成章的 就是会开始加入融入到这个大家庭 所以好像常常人家会讲说 NCS现在好像变成你第二个家 他们对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讲说 其实是用心感受已成待人的感觉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让我感觉到温暖的地方 他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他们就觉得很温暖 因为我想说其实不是我只有我这样子想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跟这种感受 当他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拿这样的check给他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当你要真的用心感受 当下那个moment你才能够感受得到的东西 曾经有两个顾客都跟我讲过 他说我发现的时候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你会很中立 你不会bias 不会讲说因为你是从哪里哪里这样子而做出bias的answer 而是你会很中立的告诉他说 其实你这样子做是ok的 其实你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这个是我听到的feedback 其实我不喜欢说customer或者顾客 因为我觉得说 每一个客户对我来讲都已经是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 因为每一个跟你买的人 一定是相信你或者是支持你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通通已经成为我的朋友 比如说人家call我如果在见这比如说你们所谓的客户的话 我都不会讲说我在见客户 我都会觉得我在见朋友 因为他真的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方式 我都会很挑衅 我都会想起床 你为我安全地的空谷 你已然我 偶然我 可能 我都会想起床